台东知名景点铁花村草皮 原本是许多机关民众办活动或踏青的好地方 不过上个星期天有两名年轻人趁着天雨人赏 居然骑着机车在草皮嬉戏 并且在积水处猛吹油门 见起阵阵的水花为乐 现场留有许多的轮胎痕 被路过民众拍下 痛妈这种恶劣行径和不道德 汤头的大雨中 身穿紫色及黄色雨衣的两名骑士 将机车骑到铁花村旁的草皮 猛吹油门 溅起阵阵的泥水 两人一阵嬉闹 玩了十几分钟后才离去 俨然将草皮当作越野赛车场一般 事情发生在上周日傍晚6点多 两人骑车蹂躏草皮 草皮因而整个被刮起 更留下好几道清楚可见 长长的轮胎痕 许多民众都痛批美工的心 应该公共空间不可以这样 让人家这样糟蹋使用 我就觉得还是要按照他 实际上能使用的 使用的设计原本 让他怎么使用就是怎么使用 不道德 就看我们台湾怎么规定 就怎么办理 骑车公园里设有告示牌 明显标示汽机车禁止进入 骑士视而不见的行为令人傻眼 目前管理单位已知会警方 要两人为脱续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潘俊瑋台东市报导